大家好,在春季很多花友都会选择给自家的三角梅进行修剪 因为在现在大多数都已经是第一茶花开完了 我这一盘也是一样,开完第一茶花之后准备要给它催生第二茶花 不过也有一些花友在给自家的三角梅做了修剪之后 迟迟不见它有新芽长出来 那么应该如何才能够快速的催生三角梅它的小芽呢 今天就教大家一招能够让三角梅它的新芽疯狂的往外穿 这招非常的简单 用到的东西就只有这个素效的有机蛋肥 这个蛋元素是能够促进植物营养生长的 它长子就属于营养生长 那么我们给它使用这个蛋元素就非常的合适 不过并不是往它花盆里面使用的 现在给它花盆里面用的最容易出现这个土长的现象 而是把这个素效有机蛋肥呢化成水溶液之后 再装到喷壶里面 对着我们修剪过的这些枝条 也就是有芽眼的位置 去给它喷一喷 去刺激这个三角梅它的芽眼 那么它的新芽就能够长出来了 有机蛋肥呢 它有比较强的刺激作用 能够刺激这个芽眼里面的新芽呢迅速的复苏 那么在它复苏之后 它的新芽呢就能够很快的长出来了 三角梅吹芽呢就是这么简单 只要运用好这个素效的有机蛋肥 就能够轻松的把它的新芽吹升出来 效果还非常不赖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